受到了侵流感 還有國際原物料上漲 這些因素的影響 在國內雞蛋出現供應不求 這個禮拜呢 郭排名先發文批評 說怎麼會沒有辦法解決蛋荒的問題呢 結果財經專家謝金河也站出來反擊 全球現在大家都一樣 面臨的是缺蛋危機 再也倒也不必跳出來見縫搭針 這解決問題是不是比罵來罵去 更有建設性 我們帶大家來看這話題 現在呢 一家補貨來不及 或者是這全台灣都買不到蛋漆 說起來程度是有差別的 這麼多人 為什麼突然開始討論起缺蛋呢 PTT的創世神杜易景 他有一個最新的發現 來看他特別在文章當中 講他發現到PTT上面有208個帳號 這發文實在太規律了 他們是不是刻意在帶風向 從禮拜六就會開始活躍 然後呢上班到禮拜三 那接下來禮拜四禮拜五 兩推相相對比較安靜 有點像是週休兩天 這是一群上班打卡的員工嗎 怎麼會出現這樣協同的行為 到處發文在抱怨缺蛋 有些還會特別附上了照片 這議題背後是不是有網軍 或者是有公關公司在操作 引起了大家的關注 那還有很多觀眾朋友的感受 是台灣很像平行時空啊 一群人還買不到 另外一群人呢 天天都在說 哪裡缺我買得到 PTT上面另外一個聲音是 網友說他回到彰化老家 跟彈農親戚買彈啊 這一箱呢 850塊錢的價格 換算出來 每台金大概是42.5塊錢 雞蛋的產量相對還正常 他也問說不知道是哪裡傳出缺彈 這個議題的 這個文章同樣在下頭 有很多人熱烈的討論